欢迎收看产业研究室 上周严席老师跟大家分享了亚洲生计大展 但是投资朋友们有注意到吗 其实在同场的展览会里还加印了 2024亚洲美容保养生计保健大展 而说起了美容保健产业 其实过去一直是股市里面相对冷门的领域 所以一般投资人也不容易注意到它 然而根据统计 疫情之后台湾保健食品的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了新台币1608亿元 整整成长了将近两成 甚至有望冲破1700亿大关 这不仅仅是因为由于疫情的推波助澜 现在饮食产业与生活习惯的改变 导致各种健康问题成为隐忧 也更加促使台湾消费者保健意识的提升 而从iBud网络口碑研究中心 关于膳食补充品前20名消费者需求热词中也不难推估 保健食品市场规模的成长与破增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那今天就请严细老师帮大家好好认识这个市场吧 根据市场的趋势研究机构凯度的数据显示 台湾保健品市场的规模在2022年后 因为新冠疫情来到了产业的高点 虽然在去年2023年市场略为退烧 但是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那另外呢 凯度的消费者指数发布 2023年的第三季数据来看 台湾里面每100人就会有55个人 过去一年曾经购买保健食品 平均呢 花费后每年会高达8600元 而且呢 每个人购买保健品的功能的类别后 从疫情以来已经增加达了三种 其中销售比较好的保健产品 包括像肠胃道的保健 补充体力消除疲劳 还有关节保健 还有儿童营养补充这四大类 然而呢 保健产业的长期成长趋势 绝对不是疫情这种短期需求所带动 因为除了疫情这个因素以外呢 超高龄的社会 还有像肥胖问题这些长期的趋势 才是激励保健产品维持长期成长的基础 然而呢 大家知道吗 根据后国发会的资料显示 台湾从2018年开始进入为期7年的高龄化社会 而就在明年 2025年更会直接来到了超高龄化的社会 累计到了2050年台湾将近会有4成的人口 是超过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那众所周知 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口结构 是影响一国经济的最重要的因素 而台湾开始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这里就预示着未来台湾内需市场的消费习惯 会开始逐渐往老年人的需求倾斜 自然呢 医疗保健的产业就会拥有比较长期成长的利基 然而呢 前面 严细也跟大家说到了 医疗保健在股市 真的 是一个相对冷门的产业 所以短期来看 每年都会举办相关的重要产业的博览会 就是刺激行情的重要议题 这里呢 我也帮大家一次整理了七八月份的重点展览 可以分享给大家 当然啊 大家可能关心 到底严细在这个议题下面 你正在观察哪些公司 所以呢 现在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首先后看到这家叫加洁生医 公司的产品呢 主要是自产自销甲鱼的营养萃取的保健品 2020年嘉洁由台钢集团入主了以后呢 在厌恶上的发展 除了结合台钢的资源以外 重点 他是一改后 过去26年的单一的直销通路 新增了电商这个管道 并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后 大幅去挹注资源在行销活动上面 也确实带动了营收成长 然而呢 行销费大幅的增加 所以导致去年上半年本业扩大亏损 然而呢 嘉洁后在去年的第三季的线上法说 依然非常坚定的表示 预期未来的效益会慢慢显现 随着时间来到了去年第四季 公司一度是交出每股EPS 1.81的超级优异的成绩 但是因为获利主要来自业外 所以还不能说公司就此翻转营运 不过来到了今年 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 因为公司的营收 似乎开始验证当时的法说会内容 嘉洁在最近的一期 6月份的营收是端出了年增156.67% 月增61.52%的暴冲数字 来到了7186万元 然而你以为这只是单月的表现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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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从今年以来连续第六个月的成长 未来可不可以延续营收成长的力道 就特别让人期待 另外在整个保健食品的同业里面 嘉洁目前的14.72的本益比也是最低的 所以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往均值迈进 这就是一项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议题 这资讯先给大家参考 当然了延续在观察的公司也不是只有嘉洁这一家 因为同为概念股的百盐 说到百盐 其实这间公司我早在30集分享中天生计 就有一点类似了 因为这两间公司不止都有中草药新药的研发 也各自进行自家的通路 例如中天它有棉花田 而百盐则是无毒的家 那以新药来讲中天有合一的ON101 百盐则是有狼尾草抗肺癌植物新药NZR01 不过更重要的是百盐有父爸爸 因为他的背后就是两岸美妆通路的龙头克里提纳的母集团 全丰盛 那说到全丰盛的成家 他是从氨基酸之父的陈武钢博士开始 陈董创业了50年以来后 旗下除了百盐以外 还有像利丰 地大 以及出入牧场这些子集团 可以说他的事业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同时又因为是家族的事业 所以各事业体之间非常强调通路构想 那以今天的医疗保健品来讲 百盐就是靠着克里提纳的直销通路 行销益生菌类的肠胃道的保健品 虽然后目前这个品项只占了百盐的营收6%左右 占比还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确确实实也是在稳健成长 那说到近期市场关注百盐的重点后 我认为反倒是出在近期刚上柜的万达宠物身上 因为这两家公司的动作都是陈家第二代的陈乐维先生 由于万达名下的宠物公园 目前是全台最大的宠物连锁店 据统计后在过去的6年里面 全台的宠物市场是以每年年复合成长10%的速度 不断的在冲刺 其实大家看一下这几年后 应该很多好朋友们身边养狗养猫的人就知道 接下来这个市场的状况 我认为未来的宠物相关的商机只会一直加速成长 那回到百盐身上 公司目前透过转投资的上风股份有限公司 从事宠物食品保健品还有用品的买卖 而产品最主要通路正是宠物公园 所以当然就会刺激市场的想象 而言希是认为在百盐有父爸爸 同时又拥有集团强大通路的优势之下 未来公司的相关保健品会比同业更有优势去拓展市场 这个资讯一样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了今天的内容差不多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一样帮大家整理重点 第一点就是市场总是在说 每年的7月8月就是生计月 那其中其实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两个月有密集的产业博览会 去带动各项的产业议题 所以大家不妨记下今天 言希帮大家整理的博览会的期间 那第二这集分享的佳洁生意 由于背靠台钢集团 那因此公司在烧了三年的行销费用以后 终于让今年的营收开始出现 比较显著的成长 所以先分享给大家认识 那第三点同样有父爸爸的百言 除了背靠两岸美妆通路的龙头 也就是克利提纳 更因为懂作的陈乐维先生 拥有了全台最大的宠物连锁通路 相信在未来会比同业更有优势 去拓展保健食品的相关业务 那今天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记得帮言希点个赞 点个分享 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咯 今天产业研究室就进行到这边 请大家持续收看 并且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帮我们分享给您更多的好朋友 另外如果对投资有兴趣的朋友 也欢迎您加入小老鼠Lucky777 跟言希老师一起努力求进步哦 产业研究室 明天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记得要收看哦 拜拜